亲爱的弟兄姐们,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新眼光读经的范围 记载在历代之下的第35章 我要从第10节来读到第19节 这样贡献的事齐备了 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立位人按着班次站立 都是照王所吩咐的 立位人宰了与爷姐的羊羔 祭司从他们手里接过雪来洒在坛上 立位人剥皮将凡击班来 按着宗族的班次分给众民 好照摩西书上所写的献给约华 献牛也是这样 他们按着常例用火烤月节的羊羔 别的圣物用锅用斧用罐煮了 速速地送给众民 然后为自己和祭司预备祭物 因为祭司亚伦的子孙献凡击和之游 直到晚上 所以立位人为自己和祭司亚伦的子孙 唱歌的亚撒的子孙 照着大卫亚撒西曼和王的先见耶独顿所吩咐的 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守门的看守各门 不用离开他们的职事 因为他们的弟兄立位人给他们预备祭物 当日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 就照耶稣亚王的吩咐守月节 现凡击在耶和华的坛上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守月节 又守除孝节七日 自从先知撒末以来 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月节 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 像约西亚祭司 立位人在那里的犹大人 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月节 这一月节是耶稣亚祭王十八年守的 历代之下第三十五章 记载了一个 耶稣亚王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恢复了一个月节 所有守节的一个律法的事情 可以看得见非常的忙碌 立位人立位支派负责这样的事情 他们召聚所有的众民在耶路撒冷献祭 圣经上说 这些事情是自从先知撒末以来 都没有在做的 可见犹大南国本身就很少做 更不要讲北国了 因为撒末是犹大王的时候的先知 那个时候十二个支派都在做 现在只有南国这一两个支派在做 那我们要讲几件事情 当然现在的基督教会当中 除了犹太宗教他们还在守 这几个旧约的律法的节旗 我们基督宗教再也没有在守逾越节了 是根据在西元325年的时候 尼西亚的一个大会当中 他们颁布了尼西亚的信经 里面的内容宣告是三位一体的信仰的根本 也就是其中有一条 也改变了一个所谓犹太的犹太力的算法 把节旗都改变了 而改变由什么呢 复活节作为整个基督宗教的一个中心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教会年历 我们都是以复活节作为一个核心 然后环绕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那么你就可以想见 犹太宗教本身到如今 还是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 也就是救世主 因此在这个会议当中就改变了 我们开始是以这复活节作为教会力的算法 当然复活节跟御业节这两个节旗 可以讲是非常的有相关联的 约节是纪念 旧约时代 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 透过耶和华上帝派请的摩西 从埃及这个套利出来 那么他们当中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最后一个晚上 实在的最后一个晚上 就是菩萨长子 这个菩萨长子所用的一个记号 就是凡是属于 以色列百姓的必须在门楣上用羔羊涂抹 同时就在他们家当中要用这个很快的时间 赶快吃五啸饼 所以一个记号就拯救了这个以色列的家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因着他所留的宝血 他成为新约时代的一个无罪的羊羔 他一个人担当众人的罪 也就是耶稣基督预表着一月节的羊羔一样 所以从此之后 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当然不用再宰杀一只 一岁的没有瑕疵的羊羔 而是带着信心的相信 就是那位活活的献祭 耶稣基督 他的罪已经在这两千年前 替我的罪给赎掉了 所以我们基督宗教所纪念的 是这新的复活节 跨越了一个死亡的一个捆绑 当然现在犹太人传统当中 还是会纪念这个事情 他们到现在当中会在 一般的时间纪念有六到七天的时间 来过这个一月节 那么其中有一个活动很特别 就是要吃一个所谓的阿飞科曼的 阿飞科曼的一个饼 这个饼带有意义就是 我们发现还有被赎回两个 那么这个饼会在晚餐前的时候 有主人呢 一先把餐桌上主要的三个饼当中 所夹的这个饼剥开一半 然后叫小孩子把它去把它藏起来 那么主餐之后呢 大部分都吃饱了 主人会叫当中最年轻的孩子 去找出这个饼出来 然后进行月节最重要的一个仪式 然后饼找到呢 主人就把两个饼合起来 然后分给大家吃 就提醒透过这个仪式 也就是说我们被找回来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被找回来了 用另外一次我们被赎回的仪式 这是在一月节在说明的仪式 所以你看见这个一月节 他们在纪念 在回想耶和华上帝 怎么拯救以色列百姓 所以这样帮助他们凝聚力 透过这个仪式 让每个犹太的家庭都不会忘记 好 我们现在回到整个现世面来讲 他们在家里面行这个举行月节 家家户户的犹太人 纪念耶和华上帝 是他们真正的上帝 那反而现在我们在过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当中就举行了 我们在教会当中透过圣餐来举行 耶稣的身体代表着祂的这个饼 来代表耶稣身体 葡萄是代表耶稣的血 我们在那边吃喝 所以这两个节日都息息相关的 亲爱弟兄姐妹 这就是节气的重要 一个基督徒倘若你连教会的礼拜礼仪 都不去参加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一个状况 就是说用我们自己想法 去敬拜自己所想象耶和华上帝 因此在牧师当中他就讲到 他不会去忽略了节气的重要 无论是逾越节 我们用复活节来讲 受难节 我们或者是讲到圣灵降临节 讲到圣诞节 一个教会离开了节气 这个对信徒来讲 他的信仰当中会偏离的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为什么会读旧约 旧约似乎看起来 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枯燥 可是当你明白真正的意思 原来一个月节是如此的繁琐当中 沉重当中所付出的代价 拯救了以色列的百姓 而耶稣基督也是如此 在这个背景当中 他牺牲了他自己 我们难道不能够用谨慎的态度来纪念吗 过我们以后所谓的节期 愿上帝帮助我们 当我们读到圣经读到历史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他的意义深渊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